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饶你一命吗 你应该知道 求饶是毫无意义的 不管是我 还是你 都是一样的 我发誓 再也不会了 我再也不会吃人了 传令传令 鬼杀队的见识 速速前往北方雪山 说明猎人已经被鬼所知 消灭欧鬼 消灭欧鬼 此时此刻 在北方雪山附近的一家药店里 店主正在劝诫一名前来买药的客人 速速离开 原来最近传言有熊 经常在附近伤人性命 然而这名客人却对这一事件 显示出浓厚的兴趣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对吃人熊的胆非常有兴趣 如果有进货的话 请务必将它卖给我 这时 屋外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那个小姑娘是 好像是 八重 经过店主一番介绍 蝴蝶忍才知道 那是被熊所吃的 名为幼灶的猎人的女儿 前来寻找熊 并伺机复仇 不过因为年岁太小 一直被其他同行的猎人阻止 别总在背后碰别人的枪好吗 师兄面孔 这人到底是 你是八重吧 我是鬼杀队的富刚义勇 请将被鬼袭击时的详情告诉我 这家伙在说什么呢 是熊在袭击人吧 鬼是什么东西 嗯 请问 您是警官吗 不是 我是鬼杀队的 鬼杀队 是公职吗 不是 是非官方的组织 那您腰上的是 我是鬼杀队的富刚义勇 这家伙完全无法沟通了 要不然还是叫警察过来处理吧